HELLO 大家好 遲了一點開波 不好意思 因為我自己開車慢了 今晚我們訪問的主角是陳毓民先生 堅持自己不是創業 但他給的意見對創業者是很重要的 我們的主題是青年創業創業 最言堂 最國家之言 毓民正正正 為甚麼加科呢 他剛剛上了一份工作 就是做了一件大家很關心的事情 就是叫做社交媒體 他幫人寫apps 設計 launch campaign 令社交媒體能夠活動 有很多朋友想著不如有好主意 就可以整個社交媒體去發達 我剛才毓民說 等於20年前 我打算寫著.com就會發達 天真很傻的一件事 不是說不行 問題失敗的機會很大 今天特意請毓民上來 用一個技術專家的身份 我不當他是創業創業的 用技術專家的身份跟大家分享一下 實在現在這個年代 還是否這麼容易唱這首歌 就是整個社交媒體 launch 了就會發達 實在這個經驗是甚麼成功失敗案 你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廖民好嗎 大家好 我說了一點我的背景 我叫毓民 通常我跟人介紹都說我姓陳 下一句就問你有沒有頂招 真名來的 其實我之前是一間IT公司做的 我們公司本身的主力就是寫apps 其實蕭公子也說得很對 有點像以前 很多人會覺得科技業很發達 很蓬勃 會覺得寫apps之後 明天就會發達 這個風氣是挺盛行的 可能很多人就會忽略了 其實你做一個我們叫做網上的產品 internet product 做完之後其實你有方法將它推廣 之後才可以 還有一個對的business model 其實你才可以將它賺到錢 就是有緣入了資訊科技業也有三年了 會見到很多人 其實他有些idea 他有些事情會想做 之後就會去做一個 可能是建一個website 或者是建一個app出來 做完之後 其實可能他的business model 未想得很清楚 但是他就開始做 但是其實如果是 這些未想清楚之前這樣做 其實都是會有 失法率都會幾高 所以剛才的問題就是 你有一個好的概念是一回事 但是網上的概念 跟現實世界的所謂讀書那一隻 是不是完全不同 還是很天馬行空 還是怎樣 分別有多大 就是要腳踏實地去做好 所謂商業方案 有跟傳統的商業方案 有什麼最主要的分別 我想可以這樣說 很多人就 這個曾經有一段時間是對的 就是剛剛 App Store剛才開始的時候 那個年代是什麼時代 可以說一下 就是類似是你 可能有些 或者你都不用有些idea 隨便寫一些東西 有些東西 放上網 然後可能會有很多萬個download 如果就算你要付錢 九十九一隻 都會download 可能是一些很無聊的game 或者是一些 我聽過最無聊的就是 混合即食麵 有些東西 你可能會放些東西 做些動作 那些人就會覺得很好玩 很新榮 新榮 那時候就是 可能是黃金的時代 因為未是很開放的時代 那時候是對的 可能你做些什麼 擺放出來 就會有人用 好天馬行空 什麼東西都可以 但經歷過這麼多年之後 其實現在每一天 上App Store 可能是二萬計 或者二百萬計 我都不知道多少 很成行 你不再有新鮮感 很難找新鮮感 所以你不是說 你做任何東西上去 放上去之後 那些人就會很想用 或者不斷下載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要想得到很清楚 你那件Product 其實有些什麼特別的地方 是那些人一定要用 然後才會下載 剛剛我跟毓敏 分享過一個經驗 大家記得我們訪問的 那些美女控制創業 就是網上製作蛋糕 網上製作蛋糕 網上製作蛋糕 好的蛋糕 大家都認識 好的蛋糕 但因為它成功的地方 就是它做了interactive的版面 例如說 你對某些食材的食材敏感 或者某些東西你想戒 戒糖 戒油 其實有些內容清單 你可以自己要什麼 不要什麼 然後那個店主 他真是很有經驗 可以就抽那些菜單 或者相片 就展示給顧客 看 你可不可以選擇 例如這隻 想這些 要吸氣還是怎樣 變成很多選擇 顧客就很開心 變成回頭客就很多 原來是這麼特別的方法 我不是在街邊買的 我都可以訂得到 定時訂後 所有拿就可以了 變成那個 我們叫Stickiness 那個忠誠度又很高 問題就是很貴 Tainer-made 的一件事 不是我們現有 所謂讀商科 那些市場 要大規模 做不到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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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這種 現在作為一個 做不到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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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問一下 剛才你提及過 那個網主 或者店主 那個媒介是甚麼 我聽到他的行業 就是賣蛋糕 他真的靠網 Facebook Facebook 所以其實 剛才你 更關鍵的是 那些行業 其實他本身 都是靠整餅 而他整餅 可能是滿足到 某一班人的需要 可能他有些東西 敏感 可以提供給他 還有很多選擇 其實一家邊檔 是沒有的 他也有的 所以這個 這個business model 賺錢的地方 不是說他做了一件 產品出來 不是說他要建一個 網站很漂亮 做到很interactive 又不是說他要做一個 APP出來 當然他不是做IT 所以 剛才你提及到 可能是科技創業 他那一種 就不算科技創業 現成的社交媒體 只不過他自己是個專業 然後他心機 砌很漂亮 還有他真的 那個business model 有個選擇 和另類 和貼身服務 做這些事情 他勝出是靠這樣 沒錯 這就提到一點 其實就是 媒介不一定要用一些 很高端的產品 所以關鍵就是 他想怎樣賺到錢 有很多情況 我們會遇到很多個案 類似像 剛才你說的 做大哥哥的店主 其實他一走過來 可能就說 我想做一個APP 我覺得這個APP 會帥氣一點 或者是trendy 就是被人下載 可能他會走這條路 我們會提到 為什麼人們要下載這個APP 現在大家都知道 大家要玩電話 你會知道電話裡面的空間是有限的 能夠容納到的APP 其實是有限的 版面是有限的 所以為什麼要這樣做 經常換的 今期流行 這個就是做一個APP 其實背後有很多 你要做推廣 令到一些人下載 你會看到很多人 在街邊銅鑼灣樓下 你會看到人 20元下載 去到這些地步 你會有很雄厚的資金 你才可以做得到那些下載 即是買下載 那問題是 那些是否可行 即是買下載 反過來不是你給錢來下載 而是我給錢來下載 那些是否可行 我的看法 即是 如果用錢也可以解決 現在創業界 即是很流行一種模式 即是Investor Subsidize User 即是要製造Critical Mask 即是要將你的對手牌制於 游比之外 即是要做龍頭 如果你能夠找到Investor 或者你本身有無限金錢去燒 其實有機會是可以的 當然 不一定的 可能有很多Investor 燒完之後 其實最後都不可以 整件事 那就抽身離開 不過我想再說一句 就是 剛才我講到可能是Apps 其實 就算是 可能是網店的 網店 可能會走過來 我想做一個很漂亮的網站 其實就算是否需要自己建的網站 其實本身也不一定是 但有現成的 你會幫個re-engineer 其實他用Facebook page 可能已經做得到 他要的 可能有很多現成的工具 其實你可以用得到 就不一定要用這種方法 去自己建的產品 但他的 business model 真的想清楚網上如何適應 即是那個adaptation 即是如何改變 大約說到App那一刻 即是不要買download那些 即是先前有很多App 就是玩遊戲 另外有一些 就完全不跟傳統的Facebook 不跟那一隻 Snapchat發掘了 Instagram發掘了 是很特別的用途 或者轉換話題 一問一問一問 哪一類的特種用途的Apps 真的可以有個 我們叫Stickiness 真的可以吸引到別人 不download 不玩不行的 不只是遊戲 例如我見過 有些人是說 downloadApps 是用來 那些老闆 要請散工的 也有的 也有的 很過癮的 downloadApps 叫的士也有 所以這些就是 你解決一個很現實 很現成的問題 例如你叫車有困難 或者你找散工也有困難 你有一個Apps 原來可以解決這件事 當然是先下載 那是不是這一類 會比較容易跑出一些 這個問題很難答 難答的地方是 有很多產品 有很多Apps 其實你解釋不到 為何會這麼多人用 有些人可以解釋到 因為你叫車 你很實際 一定要 你這個問題有點像 就是問Facebook之前的年代 其實有很多這些 社交媒體的工具 最後跑出了 為何他跑出 如果你的問題有點像這個 可能會答你很多天使 Facebook很精緻 但你找車也很專門 但你找車也很專門 譬如有很多創業家 或者有些人會說 你找一個產品是很unique 解決別人的pingpoint Facebook成功跑出之後 那些人就會說 Instagram Instagram也是類似的 有search 有search 然後 為何他跑出 你問他 其實說真的 他說他有focus的地方 的確是有的 的確是有的 因為Instagram主打是漂亮的照片 所以大家都放一些漂亮的照片 他就可以跟Facebook defenciate 然後他就這樣 但其實也有很多其他 share照片的工具 或者apps都出門 為何只是他跑出呢 這些問題就很難回答 其實有時候都不知道 很多時候 你認為是第一個 可能是他後面有investor 可能那時候已經是 可能是 可能是他一開始打擊到某一群人 令到Critical Mask 有人用慣了 即是摸那個用家心理 摸得準 即是不算當作賭一局 他們真的摸得準 即是從結果論 就可以看到 因為他們摸得準 所以就是這樣 但有些apps其實你解釋得到 例如有些Codex的apps 因為他實際是真的要用的 所以那些會留得到 即是變成創業的兄弟 即是想一下 即是 如果你不是天馬行空 即是 不是爆破那隻的話 即是具體解決問題的apps 可能是很有用的 具體解決問題的apps 但你領教過 即是最搞笑 不要說最搞笑 即是down to earth 的解決問題 是簡單到什麼地步都有人用的 我記得叫人弄水喉 有的 有的 不過我想反過來的角度說 在你有一個想法 有這個idea的時候 你應該怎樣去實踐你的business 其實是有一套方法 可能大家會聽過 一種叫lean startup的approach lean startup approach 即是你一開始起步的時候 你要用最少的resources去嘗試 proof你的business 只要until鬼命好lean 對 即是要很 一粒肥豬肉都沒有 就不浪費 最簡單的方法去推出街 即是這樣餓你不死 你一定會怎樣 或者你會 你在推出街之後 試過市場的反應之後 其實你就會看到 那些人是不是真的很有需要 去用這件事 對 我想像是 例如剛才你說的case 弄水喉 弄蛋糕先 弄蛋糕 我想建一個網站做一些APP 要很大的投資 這樣做法 很多時候我們會advise 就是說 其實你要試一試 你是不是真的行得通 用最簡單最便宜的方法 可能開個facebook page 開個group 不用錢 試完之後 發現真的有回響 有feedback回來 這樣的時候 你才再考慮下一步 即是當現成的工具 去滿足不了你的business的需要 的時候 你才去再投資 去做多些事情 即是先做好research 先做什麼現成的事情 先試一下 研究一定要 但現在是說研究後 第一步 是要用最少的resources 去做一些事情 即是選擇的工具 也要選擇最坦白的 問題就是那句 你會偷竅 其實 你免費工具出街的時候 可以很容易抄 我相信在staff界 很多人都會認同一件事 就是idea不值錢 execution才值錢 值錢的地方是execution 不好意思 不是淋你冷水 各位 的而且就是 世上沒有太多新事物 你想到很多人都想到 即是不要經常想著 來抄鬼 但是 旭文沒有說錯 就是說你有好idea 你去做execution 那些事情 很關鍵 為什麼人家跑不出 你那些跑得出 是的 其實你能夠想到的事情 是坊間可能很多人已經做過 甚至乎你搜尋一下 其實網上 或者其他地方 外國 其實很多人已經有做過類似的事情 這件事就是 收藏不同人說 可能反而是你遲了 人家跟你說 其實美國 或者哪裡已經有人做 這些類似的事情 你想一些新的事情 其中一個 一小小彈開 說回來 為什麼 Silicon Valley這麼成功 其中一個idea 因為它是 校園開放式的環境 所以brainstorm 得特別快手 大家都沒有什麼秘密 拿出來講的時候 我一會兒 什麼問題想解決 隔壁那人有個八卦 幫你解決 所以Silicon Valley 那個brainstorm 那個model 共享概念 連idea都共享 所以它走得特別快 如果你不介意 就說了出來 大家想辦法搞定 就不要抄襲 但到你真是解決到的時候 那件事真是你的 那個model 也挺有趣 不知道香港學不學得到 回到剛才那個問題 就是 你真是execution 那一下 怎樣才叫做 除了說lean model之外 還有什麼要提醒大家 除了限比之外 怎樣才知道 是否 sustainable 嘩 彈花燕 可能大家會聽過dropbox那些例子 dropbox那些例子 我當家公司 其實它起步是怎樣做的 其實它的產品都沒有 它只是有一個idea 放出來 然後它就做了一些demo 其實demo都沒有 只是幾版的指示 我現在有這樣的產品 你想要的話 你就subscribe 去看我 那時候好像都沒有收錢 總之叫你做一些動作 你有興趣就跟我說 當它放出來 大家的feedback 是很好的時候 這些就叫做result 證明到你的idea 那些idea就是 background information dropbox那樣東西 其實現在不新的 但是幾年前推出來的時候 初初開始 有雲端儲存那一刻 的時候 兩樣忽然間 拼在一起 火花四蛇 因為大家自己的私人file 當初不敢 擺出街的網上 不是電腦裏面 會不會有人hack你 會不會用你 其實當時 未曾開始 有dropbox這件事之前 大家就很擔心 你儲存那些file 無限量供應的data base 給你的時候 即是那個storage 又不是照顧機 可以怎麼搞呢 所以當初 是很多人有很大的戒心 所以佑文說的case很有趣 如何測試到用家 真的沒有了這個戒心 就是那個subscription那一刻 是 小小小 很多香港或者想創自己的行業 的朋友 可能會覺得 我要有這件產品 做好了 推出街 那就是 那些人會 先有product 先有product 再推出街 但是 如果你剛才聽得出 Jobbox那個人 他的做法是怎樣 他要試他的idea 行不行 其實他不花那些resources 去做那件product 即是不做R&D先 他做design 就不是R&D 對 即是他把一些 先做design 給他出街 而那些人subscribe 或是可以叫他付錢 如果你先付錢 即是先付錢 再出街 如果那些人實實在在 真的慢慢付錢 那他們有commitment 即是證明你這個idea 真的有人會肯付錢 即是他真的有人會肯付錢 買你的service 那就是 即是試了 是那個demand 有這麼大的 類似的 類似是這樣的 嘩 都挺take risk的 其實你反過來看 這種才是take risk 最少的模式 啊 有order才去 對 要不然你花100萬 去做了那件product 然後才推出街 去做 如果反應不好 其實你會投資 本不貴 這個真是新科技的年代 這些東西走得快 其中一樣就是大家 不好意思 如果用老人家的想法 你不肯負責 總之有人試 到時你說交不到貨 沒有人怪你 那這就是 cloud funding 就是眾籌的時候 沒有人怪你 先不說眾籌的老屈 才算 純粹概念來計 最重要的是 你找到一些用家 願意跟你一起去博 真的很過癮 找到一些用家 跟你一起冒險創業 那你才可以正式 燒人家 去整件product 都可以 現在已經走到這個地步 我不當眾籌騙錢 其實你可以 如果你有個想法 想一些人去支持你 其實你可以不用叫他們 先給錢 總之你有這個需要 你就跟我說 等我知道 真的有些人有這個需要 你才會去逐步做你的產品 因為傳統的市場 也有說這件事 就叫做Pilot Test Pilot Test 就是Prototype Prototype不是真的產品 是量產品 所以多數就會 用了Pilot Test 例如PDT 諸如此類 試一下 它就不會想整件產品 給你看 或者產品裏面 某一些的features 例如說 有這些特色的 是否特別喜歡 有這些特色 就儲起來 這些Pilot Testing之後 就真的撞到那個product 然後就再出一個 Prototype Trial Version 然後就看市場反應 然後就Debug 傳統也是這樣做的 現在你調出去 速度差多遠 其實傳統的做法 都是用這個概念 最大的分別 你可以想像 一件Internet Product 就是Apps 或者Web site 可能是3月的投資期 或者3月半年的時間 如果是用傳統的方法做 可能是你要做 做完之後 可能是試試完之後才出街 可能就會落後 半年 或者3月 可能有些東西推出街 等人給你一些反應 看看哪一部分 的工用 其實是人們想要的 PFO的工用 其實是 可能不是特別 它有興趣的 你可能就專注 做一些人有興趣的方面 傳統的做法就是安全 就是新的做法 更安全 沒有所謂的概念 不好意思 有個主角 上鏡 跳不跳過來 下一陣子 稍後上鏡 喇喇喇 喇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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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借了女王的地方來用 不好意思 那些嘉賓我講 都不怕貓 就是來去治癒 當然是他家裡 我們都妨礙他 你是不是喝水 是不是喝水 純粹上鏡 不好意思 不要緊 比較自由 觀眾喜歡看貓多 喜歡看人 其實是 你放一隻貓 在這裏做主持 一個多小時 一定收拾高 一定 如果貓會說話 更好 問題就是 所謂安全的概念 鼓勵大家的冒險 這種冒險是用底線的 總不是老點你的 底線是沒有底線的 還是反過來 如果我真的用傳統的概念 即使你叫大家去試 要沒有 因為要壯崖才算 你都要預先 可以量化到你想測試哪件事 即是我的app 和人的app 有什麼是最不同的 是我要測試到的 即是先將這件事 放在那裏 再去釘去試 那個成功的機會會大些 嗯 我是比較傳統的 是的 我想是 你首先要明白 你自己的產品 最主要的 Defensation在哪裏 嗯嗯嗯 然後你就做了 那個 那個功能 先出來 然後就 推出去 然後就試一下 別人的反應 是不是你心目中想的 反應 那個界線會定在那裏 但有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即是 這件產品 不去到完美 就不出街 總有些人 有些人 如果你問我們這邊的建議 通常都會是 最核心的功能 做好了之後 就要推出街市 反應 這個就會是一個最理想的 所以現在換代換得很快 是不介意的嘛 是upgrade 再upgrade 再upgrade 大家不介意的 變成創業的人 就真的可以放低 心理負擔 學校裡面學的 不是說錯了 但是只不過是 一些工具 提醒大家 如何控制 那個產品的設計 概念 令到自己之後 成功的機會更簡單 但是千萬不要 包袱太大 就說真的要很原理 才出街 真的會玩死你 聲公知 又可以再討論 因為我以前的背景 可能都是做開發的 一些產品 但是近來 跟不同界別的朋友聊 其實有新的 或者比較容易 我不知道是不是比較容易 創業 可能是營運一些 Facebook Page 營運一些 就是一個網台 就是YouTuber 很多 有的 這些人 Vlogger YouTuber 剛剛上了這個節目 也是網紅 KLN 就是這樣 我之前也不知道 原來可能是一個 Page 可能有幾萬個粉絲 可以去做一些 香港很少了 幾萬了 你如果說是這個 YouTube 才算 15000已經開始 OK的了 就已經搞定了 神州大地 真的這麼大 我們不是本土不本土 純粹做生意來計 上次我們訪問KLN的 Agent 你很難比較 有個地方 大到十幾億人 山區農村 沒有人做 你晚上就是拍攝著 別人陪你吃飯 都可以有幾十萬人 這真的沒有辦法 那晚推銷哪隻杯麵 或者其他人就會發財 這真的沒有辦法 這裏可以分享一下 很多人 全新的空間 這個可能是 Digital Marketing 類似我本身 開發產品 可能有少少不同 不過這也是新學 或者看到原來這樣 發展得比四塊 去創業 網紅是去得比四塊 現在開始有些秩序 工會 立法 不可以亂泥 諸如此類 有人為了搶眼球很誇張 問題就是 你回復很基本的 那樣東西 的確是一個很不同的空間 其實韓國人發明 中國策略很快 我陪你吃飯 原來真的很多人 沒有人陪你吃飯 很過癮 原來是亞視發明的 娛樂模共 不是啊 那個又是 Exidental Success 真的 娛樂模共的心事率很高 是的 我原來是說的 然後美國最初出 就算是AOL的年代 也是 Cat Watch 拍著走廊 那間貓龍的門口 什麼時候會有貓出入 真的有人看 給錢看 那時候很低B的網絡 56K都有人看著 有沒有貓出入 網上的世界 可以千奇百怪 問題是 如果用好它 或者用好商機 我想這件事 老實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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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猜不到 原來陪人吃飯 那樣東西 拍著就已經完成了 你猜不到 那原來是可以的 是的 現在好像流行一些 直播然後打相 那些 不過都很新 我不是專業 電子荷包盛行之後 已經有 但才出過時 最初出的時候 叫做VGA Video Jockey 後來搞到又 給錢脫衣 撐了幾次 撐了幾次 後來發覺 不行 什麼辦法 網上世界 可能黃島獨都是最運氣 灰色地帶 問題是不需要的 好像你問我 所以可以提到一點 剛剛提到一點 為何直谷人家的生態 或是為何他們容易成功 我也有一點經驗 或者看法 分享 那 網上世界 或者一些 IT的產品 為何好像潮流 那麼激 那麼激 因為它沒有一個階段 其實你是去到 香港喜歡的產品 可以賣到美國 賣到哪裏都可以 但是 其實每個地域 都有些少許限制 例如我做一件產品 給一個地域 其實你要轉去第二個地域 其實你也有些 adaptation要做 最簡單的說 你做香港市場 只寫中文就可以了 但是你賣到美國 可能要用英文版 那你把蛋糕拿出來 就馬上拿 你不可以送到美國 就不簡單 這就是實業 還有 為什麼IT業 會這麼復勃 就是因為它沒有了 我們的限制 但是其實在香港 或者在香港 其實有一個先天的不足 就是因為你起步的地方 其實你就在香港 你面對的人 就是七百萬 城市經濟 你一起步的時候 你能夠遇到的就是 你第一個落腳點 就是面對這七百萬 但是大家想想 其實在美國 或者在大陸 其實是很不同的 整個世界 就是你做一件產品出來 其實基本上 你已經準備好整個國家 整個市場是很大的 整個美國 已經是馬上可以用 馬上可以用 跟我們不同 我們做一件產品出來 很艱苦地 才叫可能在香港 找到它的行業 找到錢的模式 然後你就要很痛苦地 把它帶去第二個地方 就是 adaptation 所以這個是有一點先天的不足 所以你和國內的產品比 剛才所說的 就是你一做 所有東西 其實全國可以下載 可以一講 一隻app幾百萬 幾十年前路人家 另一個很不同的說法 幾十年前的玩法 就是香港的市場 反應快 就是傳統的營銷 如果你的產品在香港 工作的話 你再推出的問題 不大 以前是這樣說 比如說 首飾啊設計啊 中標啊那些東西 你可以在這麼 competitive 這麼競爭大的市場 你也可以殺出 重圍做到 Branding 的話 你再推廣出去 就不難的 但是在網上世界 就未必一定是這麼做 可能是反過來 你可能先需要一個很大的 願意和你冒險的 所謂社群 然後你才做到 critical mass 然後變成成成立了 那樣東西 去完成 推出的R&D 那樣東西 就要反過來 變成在這樣的情況下 不是說 潑大家冷水 雖然香港的朋友 創意無限 但是在這個所謂Digital Age 網上世界裏面 香港以前的傳統優勢 地域優勢 反而沒有那麼明顯 是不是 我會認為是 你試的比例沒有那麼多 人家七千萬人跟你試 七百萬人跟你試 你的成功率就已經差了那樣 這個就很明顯 對嗎 對我認同 如果是想創業 是想網上的話 除非好像剛才我說的那些 很特色的 好手作的 你離開了六個小時 拿貨的蛋糕 不行之外 Apart from that 你就真的想想全世界的市場 不一定是北望的 你也有一個港幅很過癮 你向南走 整個東南亞都很可死多人 甚至以我們粵語來計 或者是華語來計 好像星馬太也有很多華人 其實所謂critical mass 不一定是聚焦在香港 甚至所謂整個大中華 甚至整個亞洲環境 你都可以自己闖 這個很認同 我們公司以前那件產品 很多人都問我們 為何不進大陸 大陸有很大的市場 那件是甚麼產品 那件其實是一個 用手機開網店的工具 手機開網店的工具 手機上面可以開網店 和管理營運 另一間網店 很多人就會說 你應該回大陸 其實香港很有趣 很多人都會跟你說 大陸市場很大 叫你回大陸 但如果認真想一想 我們這樣 沒有大陸的人脈 沒有大陸的知識 沒有他們的習慣 不是太熟 的時候 進入大陸有甚麼優勢 你怎麼收錢都不知道 類似是這樣 還有國內有很多 玩家 國內有很多公司 已經做得很成熟 很多事 你要貿貿然進去 其實是難度很高的 這件事就令到我們 沒有考慮大陸市場 但是這個 不考慮大陸市場 上次是那個參考 做KOL 他二話不遂回到深圳 不同公司有不同 或者他們的產品 都不同 所以不能一概而論 國際化 或者有國際視野 是一定要有的 不在大陸 還可以有甚麼地方 我聽人說 兩個市場 大陸 美國人口多 接受程度高 我們英文都不是太差的 但是我們會看 東南亞也是很大的市場 你坐在香港 是比較少 人們會跟你說 東南亞有多好 我在新加坡的時候 其實就會見到 其實新加坡和香港 某意義上幾次 就是 香港很多人 在一個跳板 說你來到香港 就可以幫你做大陸的生意 新加坡的定位就是 你去到東南亞 西加坡整個南亞 東南亞都能蓋上 中東都能蓋上 印尼、馬來西亞、泰國 這些地方 在這個意義之下 雙對優勢 雙對優勢 還有沒有那麼單一 他多元化很多 所以這一點都是 還有就是 可能在香港 你會見到有很多商人 或者 工作人員 幫你回大陸 新加坡也很像 有很多東南亞 聯繫的人 或者是有東南亞 背景的人 會去幫你 去打入別人的市場 所以就 坐在香港 其實很難說 怎樣打入東南亞 因為你沒有 那裡的認識 香港人不得到世界 去新加坡廠下 沒有壞 網上成本 應該沒有那麼高 但是你要去 你要去那裡看 才能看到 印尼發生什麼事 馬來西亞的人比例 哪個地方的GDP高 手機使用習慣 所以可能你會知道 現在可能是說打車 在香港 大陸很盛行 其實在印尼 知不知道印尼 是打什麼的呢 印尼一間很大的公司 叫Go Jack 類似電單車的OBA Motorbike 那裡的習慣 你坐在香港 你不會知道印尼人 原來是怎樣的 但都可以解決的 如果你不知道 他有問題 要解決的話 就完全不知道 所以坐在香港 可能是我們說得太多 大陸 所以就忽略了其他地方 帶大家擴闊一點 有個經驗 很過人分享 金融界都說 這個很過人的個案 有些地方 本來是很落後的 正正因為他沒有任何負擔 他跳過了中間很多 例如我們經常說 金融 網上的科技金 Fintech Fintech Fintech行最快 原來是肯瓦 為什麼呢 因為他還在用Nokia 很低低的手機 但他的銀行是不夠的 你怎麼騎著牛騎半天 當然他很先進 有些城市 城市和城市之間 城市和鄉村之間 空間是很大 而他雖然是所謂英國的法制 有些東西 跟香港不是相差很遠 坦白說 合同和香港人是懂得看的 問題就是 的而且確 相對來說 金融的infrastructure 你不像香港 銀行當的米譜 你不像香港 沒有這些東西 那他那些人 有些碎紙回給人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終於原來有個年輕人 就在用Nokia 那個platform 來做payment 好過癮 但沒聽過 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變成說 用語言那個point 其實是很發人心醒的 一件事 有很多機會 你如果不是真的 用心去找的話 你不知道原來 這麼大的肥豬肉攤在那裡 你用這麼低B的technology 都可以做到fintech的payment 可能他背後的技術 是很高的 其實技術不需要好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是完全網上 這個解釋到謎底 為什麼呢 不是完全網上 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其實他 都是來傳那個 四維碼著 問題就是 他可以拿著這些 所謂的憑證 銀行可以幫你跟進首尾 這個很重要的 明白嗎 其實可能你記記 Wire 還有支票 有段時間 還未解釋到 但是原來 你用手機的transfer 有個record的話 你就可以去 就近的銀行 現在銀行可以處理 所以變成這件事 就不是完全網上了 又不是完全金融了 有些少少是復古的 就是給你信物 那些信物 銀行就收到 你就收到 那些電訊公司 那個可靠程度就很高了 因為他真的是英聯邦國家 這是很重要的 他的電訊公司 真的信得過 所以變成 只是處於一個很簡單的信息 很古老很簡單的信息 就是電訊公司 做認證 是不是這個人 是不是這部機 是不是這筆錢 對著銀行的銀行 對著銀行 搞定 原來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有很多 我們想起來 好像很複雜的東西 原來他為了解決 實際的生活問題 是可以去一些很down-to-earth的 正如俗文所說的 原來東南亞 就不用叫Uber 那叫突突 其實概念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就是work的 那這裡聽到一點 就是香港創業欄 或者做IT創業欄 的地方是些什麼 其實就是 可能肯壓比較少些人去發展 沒有競爭 所以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 可能是很簡單的概念 他真的execute出來 其實可能他的demand 已經很大了 但是相反 香港是一個很成熟的地方 對 競爭也很大 競爭也很大 你想過的東西 或者很多人都有 就是當你的科技背景 不是特別強 你不可能有一個PhD 在一個很特別的技術 可能是指紋技術 有這麼強的 當你的大學同學 都在想同一件事 或者隔離家的大學同學 都在想同一件事 還有做出來又不高又不難 可能有些事情 當你的門檻低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已經在做 而這麼多人在做的時候 你要競爭同一班的融合 你就會難度高很多 所以很蓬勃地 創業的時候 有很多不同的解決 在市場上 你要得為就會很難 其實我鼓勵大家 會不會出去看遠的地方 看遠的地方 真假 你找競爭對手 哪裏弱的就打他 都是的 其實都是一個想法 這樣難的 可能是看其他地方 如果香港不合作 原來去到印尼可以 咀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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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咀 其實香港人 你去到印尼 你沒什麼優勢 你又說又不懂得說 印尼也是一帶有關係 我聽說 也是人的關係很重要的地方 還有做生意很容易被人欺騙 因為 你在那邊做生意 我記得 你要跟當地的人 要有50 或者他要拿51 所以你開公司 對街要拿51 你很容易被人 會被人 怎樣叫 被人吃了 對 以前也不會是這樣的 所以 香港也是很難的 各有各挑戰 過去又 賺食不太容易 但又是那句 不要在一個 comfort zone 停了之後就不動 你真的要冒險 例如說 泰國也是一樣 你不能這樣 當地人JV 有很多東西一樣 其實30年前大陸不是一樣 外資不能進去的時候 都要JV吃掉了你 問題就是 你不去試 你不去廠 你不會有成功 作為這一代人的感覺 好像以前的人會說 你要向外廠 以前有成功故事 30年前回大陸 你真的會找到回來 現在人比你厲害 我想像 30多年前 我都沒有出生 你以前的時候 可能有些優勢 可能香港人真的有國際事業 有國際經驗 講英文可能OK 當時中國相對豐廢 你可能知道的多些 你過程是有優勢的 但現在 不是的 網上已經差不多 你再用同一種模式 不會的 他都不妨礙你了 說你要向外跑 離開自己的 comfort zone 那是否代表你成功的機會會大了 嗯 至少北上就不一定成功的機會大了 對 向南 向東 西走 有沒有機會 非洲那些地方 可能是 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 可能是 那些地方 還可能是 北上 我又有很大的問號 我不是完全問號 因為金融界一向都不怕 金融界可能還有優勢 相對 國際金融中心 可能還有優勢 但你叫做創生 也沒有那麼創生 未見過立獄都可以有期貨 國內有立獄有期貨 火腿也有期貨 所以有些東西你不會玩 但反過來就是 以香港人那個 即是 有什麼優勢還可以保持到 即是除了香港以外 即是要發胃的 要發大來搞的 甚至要踩到美國 踩到澳洲 踩到歐洲 還有什麼優勢 我們可以 真的可以 相對地 容易發胃的呢 這麼深的這個問題 沒有辦法 都不能問 幫你年輕人問 大哥 我們這些 行張就木的 沒有什麼所謂 就好像毓文那樣 30歲不夠 我要考慮一下 大把世界等著你 有什麼優勢 是啊 真的要考慮一下 大哥 呃 現在我也回答不到你 這個真的很頭痛的問題 這個真的很頭痛的問題 好像你所說 地膽 地頭重 你肯定不夠的 我不跟你玩地頭重 我玩國際 我認識你 我認識你 人多了 我英文比你 或者科技比你 又或者有哪些資料 我們真的多過人 可以用的呢 我們那個家夥 科技局長 就不用想他了 可以不理 肯定幫不了手 我聽說 作為一個香港人的身份 出到去 其實都還是 可信度 高一點 我朋友在外國工作 你看到你 有部分人 都分得出 國內 香港人 他們覺得香港人 都是可信程度高一點 相對可信 我相信 我相信 香港人的國際視野 還是比國內 或其他地方 是好一點的 那 我想 在香港 你很容易 接觸到 國際上 很多不同的資源 可能國際企業 在香港 你能夠 接觸到很多 原諒自由 對 很多資源 這一點就是 可能真的要 你 這些是優勢來的 就著這些優勢 如何能夠組成一個行業 讓其他人優勝 這個就是 要創業 要想的地方 那 你看過那些成功案例呢 有什麼可以分享 香港人可以闖出國際 網上世界 不如我 說一些失敗案 不可以 沒有問題 我想香港 可能是起家 很多都是靠一個 我看到 香港是一個 Trading 起家 貿易 金融有自由 出口有自由 正常 香港是很習慣用的 就是 將東西 5元買回來 10元買出去 然後賺5元 很容易地賺到錢 這是一個 大家習慣了的 正常 開副以來 所以 這個是直跟在我們的DNA裡面 所以 其他要稍為 要投資時期內 辛苦 一些 的 大家就會很卻步 但是 當大家 尤其是現在 這麼透明的時候 上網 一打 就可以 貨比三家 什麼貨都比較 就是 你還是用一個 那麼傳統的 科技取代了你 對 你覺得 開一些東西 或者找一些東西賣 就可以 獨家代理 沒有這樣的優勢 又不完全是 為什麼呢 就是 這個傳統的行業 養護了很多人 還是養護了很多人 但是 永遠會做不到 別人的科網 會爆得這麼厲害的 即是你不是有自己的 所謂IP rights 類似 或者這種 business model 暫時 我看不到 怎樣能夠令他做到一個 爆起得很厲害的 business 這個我會見到是 對 是傳統 即是這種的 mind set 會令到 我們都是在想那方面 即是建立一個平台 然後將一些 有人要買一些東西 有人要買一些東西 有人要提供一些東西 有人要給一些東西出來 這樣去 match 其實太多這樣的 request 或者大家的想法 都是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就 就有點局限了 我不會說他 不成功 或者不會維持不了 因為維持到的例子 也有 因為我們經常說 你做得很好 你都可能找到吃 但是 就不會去到 一些 真是 可能是 上市那些 那些模式 不是一個很大的生意 因為我幾多人 炒了波鞋都可以 其實是 找到吃 找到吃 但是 生意 或者大生意 很不同 興趣無所謂 這就是 我看到的 香港人 想法的 局限 其實 不是這個局限 反過來 可能是科技性的 但是 也是更加多的局限 可能是 本身 沒有R&D 沒有什麼R&D 那 還有 政府 或者 政府可以怎樣做 或者 以一個科技的產品來講 其實 他成功的經驗 很多時候是取決了一些大的科技公司 如果 政府當日做 例如 先說 Microsoft 來到香港 他說 Microsoft 那些是什麼人 我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是 backoffice 的 其實這個做法 已經是錯的 你叫了一間辦公司 他用牌 不是 R&D 中間 政府可以公開對外地說 我又有一個人 但是你看得出一個R&D office 和一個Sales office的分別 就是你少了 傻仔 Sales office 你 我一會兒就接走 那你要栽培本地的科技企業 或者創業的人 其實他有很多經驗 是需要人分享的 那些經驗是怎樣來的呢 你投資給一個創業的人 其實他不會突然變成經驗 一個可能有幾百萬用戶的產品 他裏面工作的人 如何去營運一個 或者如何由幾十萬人 變成幾百萬人 他中間有很多know-how 你能夠叫到這些公司 在開辦公司 或者一些key的人 在裡面的時候 這個很難度 是的 你怎樣叫他坐下來 我想他怎樣叫Microsoft 去開辦公司 其實他用回同一套想法 怎樣可以叫那些人去 這個都是政府想的 我相信 深圳不是搶毀了嗎 R&D 我聽了一些朋友說 他的經驗就是 愛爾蘭怎樣要IBM 可以在他那裡建一棟IBM的 專門做R&D 那些都是割地 叫做 隔緩 隔緩 他給你地理 給你建東西 很便宜租給你 他割了地理 你整個R&D中心 你搬不走 你建一個辦公司 我們的做法就是 有辦公司 給你租兩層 他很容易走 我相信這些政府有些巧妙可以做到 如果他們想做 或者他們想到可以 如果他們想到要走這個方向 這件事很難啊 大家自力更生吧 哈哈哈哈 當然自力更生沒有說不對 但是如果你問 怎樣能夠令到整個行業 是比較做得好一點的時候 當然大規模 太智力更生是要的 可能是要自己去外廠 可能你剛才也說到 大陸人家一支APP 下載來有幾百萬 人家怎樣做呢 很多 我在推廣大家多點聯絡 多點聊天 可能不是在香港的圍內 要出國去看別人怎樣做 當然也很難的 人家這麼大公司 為什麼要請你一個香港人 也很難的 就算是坐在那裡做才算 有很多trade show 都可以參與 都可以有交流機會 人家trade show 人家不會說成功的比例 又或者現在多一點 就是參加電競 有巡迴比賽 那些真的好投入 也有一個香港也得獎 廢柴機械人比賽 香港又得獎 有很多交流機會 那些可不可以作為一個 切入點 令大家想到創業的時候 其實有這些可以去玩 廢柴機械人那類型的創業 是不是會停留比較小規模 比較另類一點 都是很難做到一間很大型的 或者建立到很多用戶的產品 似乎就 電競也暫時還可以 不過香港也在做 好像很多人都在做 不過又是另一個industry 我都不敢給那麼多意見 我沒有能力給到意見 我都沒有能力給到意見 大家認住 如果有抑問 起碼做apps 社交媒體的話 他有很多經驗可以分享 這是很重要的 那有些什麼 不要說失敗經驗才算 有些什麼 真的可以提醒大家 剛才都已經說了 你真的想試你的apps 中文已經給了提示 反過來試 找人和一起去冒險 這個模特兒 香港可不可以再推進一點 再推進一步 例如現在很多人是共享經濟 其實 這裡我可以分享 過來人的經驗 很多人說創業 創業其實是一個很辛苦的過程 大家都可能知道 作為老闆可能要很大壓力 例如你120%的存證投票 其實可以考慮的 你先去參與一個創業的團隊 這就是我的經驗 我自問也不是很能創業的 但是 你就是 參與一個創業的團隊 你做他 可能是頭幾個員工 或者十幾個員工 你去看到他 即是初創、start up 肯冒險就做start up 這是一個好的過程 這也是一個好的過程 有幾件事 第一是看看你自己是否認識做 不是很多人會認識做老闆 真的很辛苦 第二就是 你吸收他們的經驗 到你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想做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 你已經見過了什麼辛苦 你知道的 有預算 或者他遇到什麼困難 你預先已經知道 或者你那間公司如何解決問題 這個也很難 的確是有很多年青的朋友 經常在那裡吵 找工作難 其實有很多初創是找不到人的 是的 不一定人工不好 但換一陣子 媽媽會餓你 不穩定 不知做什麼 經常奏服夜出 去過那些不知不家 關卡地方開工 有很多這樣的評論 如果真的有心 要學創業才算 即是投身初創企業 作為一個所謂事業的起點 有什麼事情 令大家要跟年輕人說 要跟媽媽說 心理障礙 不過 剛剛聽到你剛才說 其實初創企業找不到人 或者科技企業找不到人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 做 訓練IT的人比較少 或者是 香港最多出來的 可能是雙科人比較多 雙科人當然在初夏季 需要這些班 但他需要的比例 遠遠不及 追不到他要programmer 起碼你做他們一個團隊的成員 你IT也不太合格 如果不然 類似是這樣 所以這個也是 日積月累 很多年前 十幾年前都還在說 入accounting 可能是 入fineers都可以獲得 現在還是事實 可能你入金融業 大家都可能說 銀行不要緊 但是他還是比其他行業好很多 耳機 所以 這些傳統的想法 都令到 比較少人 或者 最擅長 最尖端的班人 不是讀IT 不讀IT 不讀IT一回事 IT是可以自修的 很老實 現在那些 心到不能教 心到不能教 你自己學 所以就是說 有心創業的話 除了你很天馬行空 很聰明 金主支持你 其中一件事 不妨掠起三袖 真的試一下 去初創企業打工 起碼要有心 自己學一份 而且所學到的東西 的確 真的 我們的老人 是教不了的 任何新的事物的話 只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沒有先例 讓你參考 肯定 那麼簡單 那你不去試 你不去闖 那我不能幫到你 所以變成今晚時間有限 不會太長期了 大家也有太多時間 因為都很晚 捉了去旭敏祥 一搖他 但是我會留下旭敏的contact 等大家 Network裡面的朋友 包括創業業 尤其是上次也介紹過 政府其實也有創業基金給別人 或者這個知識產權署 其實你登記IP rights的時候 你要給10.1的錢 全世界都幫你登記 所以有很多support 有很多resources 大家可能不知道怎麼用 沒怎麼用好 但是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心去創業的話 所有support給你 都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就起碼有一個click 那個start point 就是創業這件事 就不要想到那麼神秘 想到那麼神奇 總之有一個好idea 總之是思考 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剛才所說 你有一個手勢 有一個技巧 有一個過程 甚至心態也要磨練 變成你的眼界 在磨練過程裡面 都會抗得很闊 就不只是看著香港 希望這些分享 會對大家多些幫助 多謝毓文今天時間 多謝你今天來分享 不要緊 每個network 希望越來越大 我們下個星期 又會有新的題目過來 OK 拜拜